终于要到男生的微信了 想象中的声音 哈喽哈喽你好呀 我是宝拉 实际中的声音 哈喽我是宝拉 你在干嘛呀 滚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声乐课堂 这里是宝拉 相信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 也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把语音发出去 自认为那个声音啊 已经非常的完美了 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了 但是实际上啊 却一点开一听呢 却惨不忍赌 有这个问题的同学呢 不要着急 今天我上这堂课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帮助大家改变这个现象呢 只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你的声音就会跟你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第一手机的距离啊 如果你的手机靠太远的话呢 因为我们的手机 它不是专业的收音设备 如果靠得太远的话 那么你周围的这个音 嘈杂的音全部都会被收进去 但是如果你靠得太近的话 声音很大就会很喷麦 就像这样 喷麦 喷麦 但是如果你靠得太近的时候 声音小一些 你的声音就会变得很温柔 我不信你试一下 哈喽 你在干嘛呀 注意不要靠得太近 要保持一点点的距离 不然的话就会导致 像之前所说的喷麦的现象 第二个解决完手机远近的问题了之后 我们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很多男生呢都喜欢那种低音且有磁性 带有气泡音的声音去撩小姐姐 觉得那样子会比较骚 小姐姐会比较喜欢啊 那这个气泡音怎么发呢 想象早上起床 打哈欠的时候 声音由高到低 打个哈欠 到最低的时候 这个带有颗粒感的声音呢 就叫做气泡音 但是很多人学习完气泡音了之后 不会使用到生活当中 或者是滥用 这个都会比较奇怪啊 你见过谁 全程讲话都是带有气泡音的吗 呃 你在干嘛 我晚上来敲你的门了 这个你做梦晚上也会被吓醒吧 第三说完男生的声音了 我们来说说女生的声音 男生的声音呢 要低沉且有磁性 女生的声音呢 就要嗲 且嗲中带有性感 那怎么去找这个嗲呢 我们学习猫叫 找到鼻腔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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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有这个嗲的感觉了 那如果你的声音再小一些 就更加的性感了 嗯 我已经睡觉了 明天我们一起吃饭吗 这个是不是很嗲且有性感呢 那今天的知识点呢 总结三点 第一个 手机的远近问题 第二 男生的声音要找到气泡音 第三 女生找到鼻腔 学习猫叫 运用这个方法呢 保证你能撩到自己喜欢的小哥哥 或者小姐姐 还等什么 还不敢进去试一试呢